今天体育老师成冰了 晚上数学课 呵呵呵 看过没练过 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孟倔 先看对比动作 自由泳的空中一臂 一个是高走 一个是很少 我们这个游泳对比系列啊 之前拍过点泳当花手 连贯与不连贯的 滚方 连贯与不连贯的 还有自由泳 爆水和拖走的对比 很多同学表示啊 看不懂看不懂 我呢都表示理解 这个 同学 还看不出来啊 你给我出去 知道吗 放OK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高走一臂呢 两个原因 第一 保持身体侧身的稳定性 我们一手往后推直的时候 肩膀一上一下 是一个侧身的状态 那这个空中一臂 如果你不对着天上去 过中线一点呢 就容易翻过来 变成杨勇一样 往另外一边斜呢 就容易趴下去 保持不住侧身 杨勇的空中一臂 强调往中间走 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啊 这是一个停止的状态 在实际的游动中啊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它取决于身体核心稳定的能力 以及技术动作的手练程度 这两个能力强啊 手是可以甩到旁边去一点低 那这时候有的同学 就用理直器装了起来 好事不弄 我把这两个能力练好了 我就很爽 不可以吗 我觉得很帅啊 那这个动作呢 往旁边甩啊 它也要在一定的范围内 你太过于甩到旁边去了 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脑袋总是微微的左右换 影响我们前进方向的稳定性 下半身为了能够维持侧身的稳定 被迫的分开 从而出现剪刀腿 所以一臂 手往外撇的那个幅度啊 要以稳定为主 多去练习 第二点 附加向后 轻松 怎么个轻松法 把小手臂捶下来一点 让它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就轻松一些 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附加向呢 因为这个动作并没有轻松多少 所以有的人啊 特别是女生 特别是运动员 他们的空中一臂 你会发现 诶 并不是一个传统中的 左关节在最高点的这么一个状态 他们的手掌就比左关节高 垂得不是很像 那这种是不是高左一臂呢 其实它是的 只要你的左关节高到 能够保持好侧身的稳定 它就是高左一臂 没必要去纠结 我左关节真的要顶到天上去 像一个壁雷针那么高 我才叫高走 一定要高过自己的手掌 才叫高走 这些通通都是非必要充分 非充分 反正就是附加向了 你去看比赛 大把运动员用那种 有点值得高走一臂 拿世界冠军 不影响同学 你去打国际级剑将 好吧 我为什么逮得这点猛说 因为很多初学者 他对这个高走过度的执着 抓扭五角剑 然后就怎么样 别肩咯 脑子里面只有走关节 那个高走一臂 甚至身体都没转到位 就去提走 你就看你的肩膀能坚持多久 好 那关于高走一臂的练习呢 之前的视频都讲过 什么陆地上的装体转肩 水中的直臂一臂 陆地上的高走模仿练习 水中的当花手高走一臂 同学们去练 时刻注意 以身体的稳定为主 轻松为辅 好好去练习 那同学们 这个视频内容就这样 希望我讲明白了 你们听懂了 在练习的过程中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同学们还想看我 讲什么样的动作对比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去看一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